我覺得蔡衍明董事長也蠻衰的 之前不是有人傳她說 她要做國民黨的地下黨主席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吳子佳董事長 也跳出來講說 你蔡衍明現在已經在 切割韓國瑜 結果一切割 你說切割是 馬上就跟大家一起合照 然後自己做直播 我特別來證明 我有切割嗎 我們根本就坐在一起 大家很高興 到底在切割什麼 結果爆料再度失敗之後 我們的吳子佳董事長 進一步爆料 他說你望中 根本不敢講郭台銘 然後只敢批評柯文哲 只敢批評柯文哲嗎 好像是柯文哲先攻擊了吧 然後蔡衍明才做直播回應 還原當時他們幾次見面 到底講了什麼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他也沒有攻擊他什麼 就是我就是把當時 你到底怎麼跟我說的 我跟你怎麼說的 我們大家還原 讓大家做個評斷而已 他也沒有攻擊他什麼 然後他 問題來了 他說不敢講郭台銘 我就真的覺得吳子佳董事長 你最近或是最近過去幾個月 你都沒有看新聞龍捲風對不對 應該沒看 因為我已經講了 郭台銘講了好幾個月 不是一直都有對 郭台銘的言行做評論嗎 怎麼會不敢講呢 我已經講到很多 郭台銘的支持者 到我臉書上罵我了 那我不知道還要怎麼講 你才高興你才滿意 這個我就實在不太能夠理解 但是問題來了 按照吳董的邏輯的話 你現在常常在上東昇 我們知道他都上有台的節目 那你一直在黑函 你一直在拱鍋 那你目的是要分裂藍營嗎 那你是不是在按住蔡總統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表面上你都告訴人家說 你支持的好像是客人 那實際上你是不是在按住蔡總統 那如果按照你過去 這樣的指控邏輯的話 那是不是東昇的老闆張高祥 你是不是也要丟個無意 給蔡總統表達支持 因為蔡總統幹嘛那麼麻煩 還辦什麼募款蔡偉幹嘛 剛剛我想丟個無意給拉不就結了 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就覺得這種邏輯 聽起來就很可笑 所以吳俞佳董事長加油一點 想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不然這樣子真的沒有辦法接受檢驗 村長 我們看到現在綠媒跟前媒 他們對於陳明文的 這300萬吊在高鐵上面 來源是哪裡 他們根本完全不關心 但是你告了288個人 告的原因是因為這個 散佈台北二棍 偽造判決輸著 但跟館長可是毫無關係 可是現在這些綠媒跟前媒 卻硬扯你要告館長的粉絲 看來這些吳子佳 他們在這個前媒跟綠媒上面編故事 當中沒事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 簡直是莫名其妙到的頂點 我在我的沾江村專頁上面 我罵了髒話了 我連罵三次髒話 真的太誇張了 我去提告 我那個提告的狀子上面都寫了一清二楚 我告的就是台北二棍 跟一起散佈這個偽造判決書 內文的這些人 結果所有全台灣的媒體 電子媒體 網路媒體 還有平面媒體 一面倒的全部說 我是告館長的粉絲 你一直看著鬼 而且我還一再的澄清 這媒體還是一樣 繼續在登 還有做成五分鐘的騙子 新聞報導做五分鐘修理我 台灣的媒體 你現在是選總統 是我沾江村嗎 你現在是黑村產業鏈是不是 天天都有媒體在黑我 今天有一個自由時報 你今天黑我說什麼一個算命的 然後說館長什麼 晚年會什麼走歲運 我根本連這個新聞 連這個算命我都沒追到 你也可以把它掛到說 桃園市議員 詹江村 館長的樹敵 然後還在底下留言說什麼這個 我什麼時候看到 我什麼時候留言的 好像要塞到你嘴巴裡 見到鬼了 我一打開Google新聞頭版頭 又是我 然後又黑我 我什麼都沒說 我真的是很頭痛你知道嗎 黑村產業鏈要到什麼時候 我有沒有要選總統 你現在吳子佳也是一樣 你一天到你編故事 然後一天到你跟著一些媒體 然後你蔡衍明跟我們國民黨 也沒什麼關係 就是個媒體老闆 你一天到你在那邊說什麼 他是我們的地下黨主席 那你也很瞎 一下子柯文哲說叫蔡衍明 必須要跟韓國瑜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要講清楚 一下就郭台銘 要他們兩個講清楚 現在又回過頭了 什麼蔡衍明要叫郭台銘 什麼要叫韓國瑜讓郭台銘 你現在是 蔡衍明才剛剛跟韓國瑜 跟還好有證人 溫三伯跟那個蔡衍明 一起直播 然後要支持韓國瑜 怎麼從你吳子佳的嘴巴裡面 講出來又說是 要什麼開始要拱鍋了 然後要讓韓國瑜要退 話全部都是他在說 故事也都是他在編 你所有的故事 天天一個版本 我們到底是要聽你哪一個版本 然後你這個真的是 黑韓黑到無極限 也黑春黑到無極限 黑韓那個產業鏈 尤其是在媒體上 我們看到非常奇怪的 台灣的一個特有的景象是什麼 除了中天這一台 在監督執政黨以外 其他所有的電視台 好像都在監督在野黨 對 沒錯 你有沒有發現嗎 這個聲音幾乎是 整個是一面倒的 而且也沒有看過 這麼奇怪的一個媒體人 明明就已經信用破產了 對不對 上次講這個 什麼韓國瑜有小三的事情 為婚生子 為婚生子女 一下子說蔡衍明要切割韓國瑜了 然後蔡董就很霸氣 他就在直播裡面說 就因為你這樣講 所以我去跟韓國瑜拍了一個影片 表示我沒有要切割他 這個蔡衍明切割韓國瑜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吳子家 吳董 你是從哪裡聽來的 你聽來了以後 現在又說什麼 如果沒有要切割的話 他沒有說如果沒有要切割 就是說他這個轉得非常的奇怪 現在又變成說 蔡衍明給他5億 像胡蜜打裡面 競選總部就可以開門開張了 我覺得這個當然 不需要拿無意給蔡英文 因為他太多 他錢 我相信他錢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錢怎麼來的我們不知道 民進黨也沒有黨產 可是我們知道 民進黨有很多很多的基金會 所以民進黨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我們從來看不到 民進黨有任何窘迫的地方 好像看起來都是不於匮乏 300萬還掉在高鐵上 300萬也是皮包開開就 300萬對他們來講 大概不算是什麼 郭子佳已經變成了一個 幾乎是造謠的慣犯 可是還是有友台的媒體要請他 請他的目的是什麼 你真的是挺柯文哲嗎 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他也沒有要出來選 所以你挺他的 你表面上是挺柯文哲 實際上你是不是為了要拱鍋出來 來裂解國民黨這一局 然後最後就真正目的是 幫蔡英文 你嘴巴上講得很好聽 如果兩強對決的話 那絕對是蔡英文贏 那既然絕對是蔡英文贏的話 你又何必多此一舉 還要再拱一個人出來 可見民調 我們看到吳子佳 他本身的伎倆就是編故事被戳破 又編了故事又被戳破 他之前就在上面說 這個蔡英明 他自己本身要把韓國瑜給丟包了 結果這一張YouTuber出現了 這個YouTuber在網路上面出現了 吳子佳馬上又說 你真的挺韓國瑜 那你給他五億就好了 可是現在吳子佳講的這番話 他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他完全無視於 政治獻金法裡面的一些規定 而現在什麼樣的說法 都是吳子佳在那邊亂說的嗎 就是有這些人 還有這些聽眾 就是有這些人 有這些觀眾 才有造成這些人 這樣你敢聽嗎 全國的朋友 這些人就專門在 讀這些歐盧目桌 都沒有這些事情 他們說得出來 但是就有這些人聽的相信 這就是台灣最差的地方 全部都沒有說出來 但是那些人就給他相信 你現在回想 吳子佳當時怎麼說韓國瑜 說到外面包女兒 娶女兒 三十五個兒子 有嗎 沒有 沒有 他說出來 但是就有人相信 這就是台灣 怎麼會這樣 現在來說蔡衍民操檔的 跟韓國瑜齊哥都沒有來用 都沒有來用 韓國瑜可能會換下來 連操檔的就沒聽他 我聽你 操檔的那天說 請請我來外面 我說有了 請問詹 我們來跟韓國瑜記憶 看我們多好多好多好 好朋友 齊哥嗎 真的齊哥嗎 蔡衍民是什麼人 信心中人 他也是中中敵下去的人 講話也算有人 現在我不行 現在這些英語出來 就看到蔡衍民跟韓國瑜 兩個人那麼好 還有你講講過也在 我也在現場 他說韓國瑜我們兩個有唱歌 他說沒有 問詹如果你看我沒有唱歌 我說沒有 問詹也說沒有 韓國瑜說沒有 蔡衍民也說沒有 兩個多好 還挑戰我兩個節奏 我就挑戰三十二人 你現在這樣賭牌 還沒關係 你跟人家說 整個錢 五億 貼菜都說起來 都說錢了 就是像現在我說 剛才剛才在想去 他在想去 你養 我感覺說 國民黨還有這個冬丸的 但是你的主席真的太軟 你的主席真的太軟 剛才 團長 你的主席 我跟你說的 真的太軟 台灣 我跟你說 好好比台北北北北北 更多會贏的賭 花什麼錢 韓國的政治是好選人 你不知道你接種 你拿什麼給人民看 你的政策在哪裡 你的那種在哪裡 全部都沒有 選舉到就在這裡抹抹抹抹 五指加線不用相信 這種人你如果相信 我會覺得你比他更慘